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在吴王和中王背靠杯打电四枪的成绩 他在两战顶线大赛中都有过面对强手力万狂来的精彩发挥 特别是在中王第二轮对战奥斯塔彭科送出两个六趟零 丝毫不见手软 之后连克普利斯科娃和萨巴伦切尔更是显示出内心的强大 而这种转变便是来自于王强的教练迈克纳玛拉特别的指导 在他对阵萨巴伦卡的比赛手盘落后时 教练迈克纳玛拉曾经常对王强进行打疑解惑 教练并未说出什么实际的战术 而仅仅是引导他保持信心 并且坦承对手打成这样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种看似放弃的指导 实际上是在告诉弟子 自己不要因为一时的落后而怀疑自己 在对手势投正胜的时候 最需要的是冷静下来 先避免自己从心里上被对手击款 果然 紧尊教练指导的王强杰男 顶住了对手的梦弓 等到了萨巴伦场的状态波动 城市将胜利收入脑中 迈克纳玛拉的几次颠簸 起到了扭转局势的巨大作用 王强每每获胜赢球 都会提及教练对自己的帮助 一方面既有积极正面的鼓励 一方面也有极其严格的指导 王强不止一次提到过迈克纳玛拉 会在自己打得不好时真骂 也许正是这样的赏发分明 让他有了更加明晰的前进方向 迈克纳玛拉对王强的指导 能在其身上奏效 也与王强自身的自律密不可分 而一位好的教练 正是能够引导和激发出 一名球员身上百分百的潜能 目前王强的团队中 除了一师与友的民宿迈克纳玛拉 还有专门的外界体能师 帮助他练就更强健的身体应对密集的比赛 在迈克纳玛拉潜移默化的影响下 王强对于更高排名 和成就的雄心已经被全部点燃 接下来就只需要时间来给他证明 自己的确如教练所说 是值得骄傲的